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要来谈到的这个食材挺特别的 就是印度人参 南非醉茄 你知道吗 单听那个名字的话 你想想那个地区就是印度人参 但是它的名字叫南非醉茄 所以它是一个很混淆的一个产物 对 没错 我们马上进进今天的大主题吧 华人常用人参来补气 但你知不知道其实印度也有人参 南非醉茄又称印度人参 是印度医学3000年来常见的草料植物 几百年以来被用于治疗各种不同的疾病 也有对抗压力 增强免疫力和新陈代谢的功效 南非醉茄也被公认具有显著的抗氧化能力 含有的多种植物活性成分 能有效地改善身心健康 因此市场上出现不同种类的南非醉茄提取物 有胶囊 粉末或者是定状 广泛地在营养学界被使用 南非醉茄究竟如何帮助刺激免疫系统呢 林林总总的南非醉茄提取物该如何选择呢 今天就和专家一起来剖析认识这印度人参吧 对于人参 像来一下人说 人参是一个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东西 可是今天谈的这个叫做印度人参 又叫做南非醉茄 是一个很混乱的情形 但是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 区义征营养医师 对不对 周义征 周老师你好 那周老师 其实今天这个印度人参 先请教 先搞情绪 他到底是来自印度还是南非 OK 这个其实是来自印度 这个印度人参这个南非醉茄 它其实是这个印度传统医药 他们最重要的草药之一的 所以是印度来的 对 印度来的 那为什么要叫南非醉茄 南非醉茄这个名字来自于 它的英文翻译叫做 Ashwagandha 它直接翻译过来的 Ashwagandha 所以它就是这样子南非醉茄 可是Ashwagandha好像也没有 它是一个 是印度名来的 是印度名来的 对对 印度名 OK 那这边有提到的就是 它是印度传统医学草药 所以其实在印度坊间来说 它是非常地普遍的吗 是的 它是非常普遍 也是最重要的这个印度草药之一 那它据说就是它整个人参的话 那我们如果是要用的话 是要用它哪一个部分呢 大部分它们都是用根比较多 可是它的花跟草 都有它本身特殊的用法 所以它基本上整颗植物都是宝 都可以用 对 整个植物都是宝 对的 OK 它那个样子的话 其实也是有一点像那个西伯利亚人参 还有这个企业人参 就是像我们在图中看到的这一根嘛 对 它的那个原性壳和这个西伯利亚人参和企业人参相似 所以就是说它们的那个功效都差不多吗 是的 它之所以会被叫为这个印度人参 是因为它的这个适应性缘的效果 跟我们的企业人参 还有西伯利亚人参很接近 相等它们功效有点像类 在这个适应性缘的 OK 那先问一下 先请教一下周老师 这个东西贵吗 它不会贵 它不会想象中的贵 我这么问是因为现在行情不好 太贵的我们就不要介绍了 好 你不是说你只只红萝卜吗 是 如果是味道可以 那它传统的这个药用功效 一般是用于什么问题 对 传统功效用于在这个骨骼跟肌肉的问题 这些风势 空风的问题 这是传统骨骼 要不然就是一个全面健康的用法 延缓我们的寿命 要不然就是提升 骨精神 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用法 那如果是提升免疫能力的话 全面性可以做得到吗 是的 全面性就是提升免疫系统 精神活力 这些就是全面性的功效 那老师提到这个关节炎跟这个风势 比如说它是抗 这样子它有抗炎的这个功效是吗 是的 那好比说我现在比如说身体上有伤 我最近又是跌得满伤 那这个有伤或者是有鱼种的话 可以适合使用吗 用现代的医学来看 如果你服用它 它会帮你消炎 用传统的医学的话 你拿它的粉 用那个蜂蜜 掺在一起涂你那些红种的地方 外用 对 外用 它会消肿 所以外跟内双肤 好 那若是对于老人家 或是孕妇来说的话 他们是可以服用吗 那对他们又起到怎样的一些帮助 老人家的话是给他们就是提升 提升他们的体力 然后就是他的脑方面也是帮他们补脑 所以可以预防老人痴呆症 巴根森等 孕妇的话 现代不太建议孕妇们吃 对 还是要就是要征询医生的指示 孕妇 我们一律都不建议 他们自己自行用任何的东西 还有就是可以改善性功能 提高运动表现 它有什么成分是可以达到这个功效 这个功效是通过现代的医学 他们研究出来它里面的那个有效成分 可以达到这个的效果 可以提高我们那个性的功能 可能很多人听了会比较有兴趣一点 因为也是补充能量 对 不然它也不会叫它人生 因为基本上人生都有补气这种功能 对的 那样子的话 好像女生 我们在月室的时候是可以服用吗 比较好的是之前 之前或是之后 对 之前或之后 因为它在那个过程当中你服用它 它会产生不良的效果 不太好 可能会更大量的出血 对 因为可能好像有生的话 就可能比较有点进步 通常也不建议 而且会促进血液循环 可能不太建议 不要给你讲就好 那主要功效 我们看到还有主要的其他功效 比如说刚才提到消炎 是 肿瘤也可以是吗 对的 就是现代的医学发觉到 它除了消炎 它可以抗癌抗肿瘤 那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研究 他们显示出来 抗癌有临床试验吗 对 它们在这个抗癌的临床试验 只是在用动物的细胞上 老鼠等等之类的 在人还没有 OK 可是它的效果会很强吗 还是说你必须要吃到一定的剂量 它才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功效 一定的剂量 可是效果现在还不是很肯定 所以需要更多的研究 而且一般这种东西都是 见仁见智 看个人的体质 不是可能 未必全部人都适合 要看你的病情的情况 对 它还可以抗压力 这么厉害 为什么 它有维他命B吗 不是 它这个的是这个 适应性原性 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抗压力 所以它抗压力的话 是它帮助身体去调理 我们身体里面的不平衡 比如说我们早上需要提升 你吃它 帮我们提升 晚上要睡眠 你吃它 它会补助你入眠更好 这么神奇 就是你白天吃它会有提升 然后晚上吃就可以安眠 然后抗压 所以 但如果晚上要去跟朋友去捧的话 我原本是要有体力吃两颗 就突然是想睡觉 怎么办 它总之就是看你现在的那个身体需求 而自动地去调节 是不是神奇 好 讲到我也想吃 不但是那个有多一个东西我可以再加 就是说它不会对身体出现不良的效果 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 它在帮我们调理平衡的时候 不会出不良的效果 好 就比如说我刚才说早上吃会提升 那每半夜吃你不会很近身 反正你会睡觉 这个这样听起来真的是挺不错 因为通常有些我们在吃一些补助品 如果是要提升的话 我们就尽量避免日夜间吃服食的 可是这个是可以的 好像刚才有吃了一颗对不对 对 然后味道就是说实在话挺苦的 而且它后劲的苦是非常地苦 苦口两药 没关系 好 那甲状腺 据说对于甲状腺有问题的朋友 它也是有一定的功效 帮助 对 是 这个是它最特殊的功效 就是它能够调我们甲状腺的荷尔蒙 那么甲状腺这个气管呢 是来控制我们身体的消化力 我们的心跳 女性的跃进 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气管 调节 对 超节气管 那么我们人肥或瘦 也是看我们甲状腺快还是慢的 可是甲状腺因为有分两种 它是比较极端的 一个是少 一个是多 那这个是比较适合哪一种 比较适合慢的人 慢的那个 慢的人 对 好 而不是那种抗甲的那个 不是那个 对 那个吃者会有反效果吗 对 反效果会更加地 激烈 可是它不是可以放松吗 这个的话 它就没有办法 自行地调节了 是的 因为甲状腺的因素 跑进来了 所以你知道人体真的是 你要去了解很大 这是一个大学问 是 所以再一次的 就是再好的东西 还是要征询一下 医师或者是医生的意见 不要再乱吃 对 那如果是说对于老人家的话 会不会可以起到 怎么说就是帮他们 刚才有提到就是还抗牢 甚至是抗那个他们老人痴呆症 这个应该可以吗 它之所以能够抗老人痴呆症 是因为它的这个抗氧化的效果 它很好 所以它抗氧化会保护头脑里面的细胞 跟神经线 不让它退化 恶化 所以它保护那个头脑 预防了老人痴呆症 好 这样子的话是必须要开始几岁吃呢 才可以预防到这个的 对 小朋友可以吃吗 小朋友暂时不建议他们也是不需要的 好 小朋友尽力充沛 不然吃得更加亢奋 对 那老人家必须要在几岁开始服用的话 这样子的话才可以有症 比较好的一个预防效果 看你几岁未老心衰 因为这些 可能我们常用脑要早点吃 是的 两位主持真的那么高的压力下 也是要现在开始保养 我们压力不来自主持是没有钱 所以就是说可能越早的话 你吃可能就可以比较有一个很难 因为它的效果是累积成多 好 所以其实只要是适合成年 成年过后基本上都可以开始服用 是的 成年过后二十多岁了 好 那我们现在马上 给大家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不过揭开之前我们有一个观众的问题 这观众的手机号是1316 他说 听说南非醉钱有助于戒烟 正确吗 好 这个南非醉钱 它本身不能够帮你戒烟 是因为它能够抗你的压力 所以压力少了过后 你就不会有想去抽烟的那个感觉 好 所以严格上来说是 不可以帮助你戒烟 是的 它只是可以减缓你的压力 它可以抗压 但是它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抗你的那个烟硬 是吧 好 那个硬还是没有办法 但是如果是你因为压力 而那个要去吸烟的话 它是可以帮助抗压 是的 了解 好 那这么神秘的这个神奇的食材 马上来揭开一下 看一下它的营养成分有哪些 它里面主要是有四个最主的成分 就是铁 钙 维生素和胡萝卜素 我们请老师注意讲解一下铁的功能 好的 所以这个南非人生它的铁的含量 其实是很高 所以它适合那些缺铁要去补血的人 用铁子来补血的人 所以女性应该是非常适合的 适合就是月经后次 好的 所以据说里头的这个成分 铁的含量是挺高的 好 再来我们看就是钙的话 对骨骼 牙齿是非常有帮助 对的 这个是一个比较普遍的 钙的都是对骨骼 牙齿等等之类的 好 还有就是维生素C 那维生素C制给抗氧化 抗氧化提升免疫系统 再来胡萝卜素 这个高吗 胡萝卜素的成分 不会很高 非常稀少 可是有 好 会保护我们的肥 保护我们的气管 好 所以里头它主要的成分还是铁 是最高 用这个营养的话 它的铁是最高 最主要的 好 那有什么人群是比较不适合吃 就刚才有提到是 孕妇 小朋友是不适合 孕妇是不需要 对 不适合 然后小朋友是不需要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是要特别注意 大致上是有三种人群的 就是刚才你所说的孕妇 小孩子 要不然就是喂母乳的 暂时也是不太适合 除非你有专业的需要 或者是身体的需要之下才需吃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刚才所说的 甲状腺 这个的话虽然它对甲状腺有帮助 可是不可以自我服用 好 因为你不是 那老师我们 对 我们看到底下那条红色的说 副作用是有副作用的 头痛 犯困跟胃不舒服 上都加些 它有一些少许的副作用 可是非常非常地少 非常地几少 而且还有刚才有提到 就是胃溃疡的要特别注意 胃溃疡 因为它本身它是属于 表刺激性 对 所以你的胃如果受伤了 你吃它 它会弄到那个胃 刺激到那个胃膜 是吧 胃黏膜 是的 是的 好 所以还是有一些人 是比较不适合吃的 但是整体来说 其实这个南非醉铁 对于我们整个保养保健 还是挺好的 那除了这些又南非 又什么印度的食材外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很奇怪的食材 我们综合了这些奇特的食材 马上来看一下 奇特的食材 杨记 杨记是菊科菜巨熟 虽然看起来个头很大 但它能够吃的部分 只有里面一个小小的心 外面的菜叶都不能吃 杨记其实是还没有开花的花苞 花开之后 内里是紫色的花心 生吃熟吃均可 可以用来做沙拉 水煮 清炒或者烤来吃 也可以配搭柠檬来调味 杨记也被称为西方世界的蔬菜之狂 营养丰富 被誉为打入上流社会的菜系之一 很多人把它当作减肥食物 蓝纹奶酪 蓝纹奶酪具有2000多年的历史 由青霉菌的繁殖 使奶酪形成了漂亮的蓝色花纹 与其他奶酪品种不同 蓝纹奶酪是由中心向外逐渐成熟的 它的质地半柔软 较疏松 可捏碎 口味辛辣能力 其实霉菌发酵的食品 可能还具有保健的作用 所以食用蓝纹奶酪是绝对安全的 一旦习惯了这口感 说不定还会按上这风味独特的奶酪呢 内脏香肠 法国的内脏香肠是以臭名远播的 使用猪内脏和猪血灌制的香肠 可说是重口味的 不过这种香肠按照产地 制作方法和配料的不同 也有不同的种类 其中最著名的一种莫过于钙梅内香肠 是法国布列塔尼省份小城郊外 钙梅内地区的特产 是只有在这个地区才能生产出来的香肠 这是由猪大肠套猪大肠 一层一层的猪大肠制成 所以往往有一股独特的臭味 重口味的人对它爱不释手 欢迎大家继续守着火力加油 这样我们继续来谈这个 印度人生南非最且 那现在我手上的这个呢 小柯要玩呢就是已经算是 这个南非最且的提取物了 但是其实基本上我们在马来西亚 很多的一种印度传统商店里头 也可以看到有一些粗粉 那这两者之间他们的那个大比拼 和那个分别是什么呢 那在这里马上来询问我们的周医师 好 那其实我们先来说一说 如果是这个传统那种印度那种粉的话 其实它的那个功效会不会 跟这种大大的间谍啊 会的 因为传统的这个印度 他们是用那个植物晒干 然后就磨成粉 就这样子 就整颗植物吗 对 就是那个根而已 根部 好 其他的根部 然后像这些现代的叫做提取物 就比如说他们用10公斤 然后就是提炼出1公斤 就是十倍的效果那么长 浓缩的 浓缩性的 OK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来看就是有效成分 其实这个粗粉是 赞没有这个研究显示 是不是 因为这个粗粉的话 因为就是没有盐 就是他们没有经过任何的检测 就是当当用那个根来磨成分 所以有还是没有 还是一个怀疑 OK 只要可能吃了心理作用 可能是有效果 也有可能 对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一种提取物呢 就是里头已经是有受过认证 还是什么的 就这样子的提取物的话 是跟卫生部有检测过 所以我们要去设计 宣布里面有多少分量的提取物 OK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 粗粉这个功效是有补血的功效 就是它有它普通的营养成分 铁钙维生素C 那这种胶囊式的提取物 就是它可以改善压力 抗氧化跟抗老化 而且是证实是有这样的功效 是的 因为它里面那个有效成分 是确确实实有 就是这个纯化物 是的 这个纯化物 好的 那如果是我们在市场上 看到这样子那种提取物的话 其实我们要怎么样来去辨别 对 它真的那个里头的成分是存在的 对 我们就是很重要 就是要看它通常有这个标准 它标准里面都是要显示出来 显明出来说的 有多少的好克 多少的巴仙率 那通常在这些评冠上 都会有一个全息图 我们的Hologram 对 没错 就是马来西亚卫生部的一个标签 说是一个认证 这个是已经经过他们试的 是的 好的 好 那如果是它那个摄取剂量 就是认证食品的话 我们是怎么样来看 怎么建议 对 好的 所以在马来西亚的话 他们大部分他们会在里面写 就是一个胶囊450克 它会有多少多少的分量 但是最高给这个印度人生是450克 然后它的有效成分是1.5% 这个普通的话是一天早晚一颗两颗 好的 所以其实它就是一颗的话里头有最高450毫克 是可以补充我们一整天的那个所需吗 还是 给一个普通健康的人 是足够的一颗或两颗早晚 是足够的 可是如果有某种病情的需要 可能要量多一点 那再一次重申 我们不建议这个观众自己擅自用这个 来医治任何的疾病 是 这只是一个辅助品 那如果是有病的话 还是要去看医生 对 没错 好 那我们进行到观众问题 它这个手机有号16484 它说南非醉铁可以配搭什么食物一起用吗 其实好多 大部分的话南非醉铁 如果你买这个酱酱的话 你可以把它打开 这么苦 打开他们是这样子 他们的一个用法是拿牛奶 参在牛奶里面温温地睡前喝 会好睡 牛奶加这个人参 因为牛奶本身是很高的 这个盖质 对不对 它就可以稳定甜的盖质 让你比较安眠 所以这个加进去就加倍它的效果 是的 要不然我也是听过我的一个顾客 他们用来做烹饪 就是烹饪 他们烘那个蛋糕 饼干 都会使用的 烹焙 哪来用做烹焙 在烹焙 也可以 因为它就是粉状 对不对 但是我说它不是有点苦苦吗 是啊 这样子我在想 如果是妈妈们他们喜欢的话 可能会不会就是炒一点青菜 然后这个就那个粉这样子撒上去 其实也可以这样子吃吗 炒的话不太建议 因为可能那个温度 会破坏里面的营养成分 可是若是你炒好了 这个粉再撒上去就可以 这样同时吃 所以它不会有跟任何食物来相克 还是什么 暂时没有 但是因为刚才有听到 就是说它还是会有一些刺激性的那个 就是说 如果是你可能胃部比较刺激还是什么的话 就尽量不要空腹吃 是不是 因为它的那个本身的味道带苦 好 那周老师请教一下 我们其实看这些评冠上有很多XXX 然后一些标签符号 是这些符号我们要怎么去解读 它到底代表些什么 这个符号对观众们很重要 因为前面这个MAL 然后XXX就是政府的那个号码 然后后面那个字母如果是T的话 就是代表是传统草药 叫做传统草药 好 MAL就代表说马来西亚应该是有得过认证的一个 然后XXX就是它的什么日子 哪个 好 然后T字母就代表传统草药 那如果说现在这个产品里面是有混 混杂了一些这个化学成分的话 他们就肯定不可以放T是吗 对 绝对不可以放T T是要纯天然 纯天然 对的 OK 就是哪怕可能它加了一些就人造成分 其实就是就变成是X了对吗 对的 OK 了解 所以大家记得咯 大家学会了对不对 不要被骗 对 是 OK 那如果是不同形态的提取物的话 我们看到就是有胶囊的 然后又有粉状的 其实我们要怎么样来选择呢 胶囊的好的话就是说 它里面的分量是已经被控制了 所以你很确定的知道我吃的多少 OK 就不会过量 对 不会过量 然后就是那些可能胃溃疡的人 他们有胶囊来保护 就不会刺激到他们的胃 OK 就胶囊是不是会可以放缓 它在胃里面释放的速度是吗 是的 OK 好 那如果是粉状的呢 粉状大部分用在烹饪 或者是传统那个印度学 他们比较用粉状多 OK 胶囊是现代医学用比较多 OK 而且也比较方便一点 是 方便 对 这样子的话 其实如果我们把这种粉状去熬煮的话 其实整个那个营养素 就会完全被破坏了吗 不是完全 一部分会被破坏 OK 所以也不建议说 可能你知道有时候 妈妈们想要省工 就直接把那个粉倒入汤里头 这样子来去熬煮 其实不建议 不建议就是煮了过后再上去 好 那如果说像我们平时 我们亚洲人都会听到 这样拿来煲汤 其实我们这边有的买它的根部 可能只有一整颗这样子吗 对 有 有 有的买的 有的买 对 就是晒干那种 晒干 对的 在那个传统一度店里面 但是那些其实它功效可能都不懂 就是不懂 我们也不晓得它有没有功效 对的 不懂 你也不知道它的来源 它用什么做防腐剂等等之类 OK 那说到这个防腐剂的话 其实如果是这种胶囊 通常我们在瓶罐上 我们都会看到就是它那个保线期 这样子大概是可以存放多久 两年 两年 马来西亚规定两年 OK 那如果是它可能已经变质的话 它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形态 变质的话很容易看 就是颜色变的 要不然它就会结块 里面结块 那就会变一粒一粒的 不是很散 不是粉就变成有点颗粒这样子 这样子还可以见一只吗 甚至我据我了解是 有一些甚至是你看到胶囊 可能剩下一半 里面剩下这个里面 分量只剩下一半 粉末瘦缩 这个就是过期了是吧 过期 所以这种是完全是不可以吃的 不太适合吃吧 因为你不知道里面 它可能有那些细菌 或者是不良的东西已经进去了 甚至可能发霉 对 发霉 这是肉眼看不到的东西 OK 当然如果是在两年期间 大家最好就是服用完了 而且你在存放的地方 也是要避免这个太阳直射 那我又有一个问题了 如果是我们在这种 传统的印度商店购买的那种粉状 哪一斗它放了多久 对 我们要怎么样知道 是的 就只能看那个颜色 它的形态 它的味道有没有变 那如果是有变的话 它味道会怎么样 它是那个油腻味的 然后它会臭好像发霉的味道 那如果万一吃了不小心 吃了过期的这些辅助品 会有什么效果 如果万一很不幸的话 就会呕吐或者是头痛 OK 但是大部分的人吃了过期的话 就没有什么感觉 OK 基本上它只是功效减低 对 或者是没功效 就好像一些药物 其实一些药物过期了 它就没有那个功效 功效就减低 OK 所以你吃也不会说 会有什么大问题 是的 OK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相比 因为人家说如果是可以抗压 然后补助我们的神经方面的 其实这个维生素B群 它也是有这样的功效 抗压 对 那这个南非醉鞋 跟这个维生素B群的一个总和这样子的话 其实它们那个最大分别在哪里 如果是讲功效的话 哪一个会比较好呢 因为这个算是草药维生素 是属于那个维生素的群类 它们的在身体里面的运用是不一样 可是抵达到的那个效果 结果其实是差不多一样 只是说它这个南非醉鞋 它有更多的功效 就好像你要达到安眠 其实你也可以喝一些花茶 什么薰衣草这些东西都可以安眠 只是它这一次一粒搞定 你就不用这么多麻烦 那如果是与这个南非醉鞋 同等功效的草药又有哪一些 是有很多的 这个适应原性的草药是很多 在这里就跟大家介绍四个 企业人生 这个焦骨兰 浮妞花还有黄芪 黄芪我们常会听到 是 对不对 黄芪是可能最普遍的 大家都比较认识的 好 那如果这四种的草药 来相比这个南非醉鞋的话 这样哪一个药效会更高一些 如果我们用来讲补气的话 黄芪会最好要来抗压力 可能焦骨兰比较好 可是南非醉鞋它独特 就是它可以解决假装腺的问题 那其中四个就没有它那么好了 各有各的图的点 就是各有千秋 真的 可是价钱方面呢 价钱方面这个还是最便宜的 所以就是要大家去考量 所以焦骨兰可能可以抗压 但你给了钱过后反而有压力 因为它很贵 对 好像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子 是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医师 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周医师 谢谢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我们有更棒的 一个生命线的义工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粉状的食物有哪一些呢 黑木耳粉 黑木耳中的胶质 可将残留在消化道中的杂质 肺物吸附后排出体外 而从黑木耳萃取而成的黑木耳粉 也具有和黑木耳相等的营养功效 黑木耳粉进入肠胃 稀释膨胀之后 会随着肠胃蠕动而黏附在绒毛细胞表面 可以减缓肠胃酵素分泌到肠胃中 使人不容易感到饥饿 此外 黑木耳粉中的腺肝 具有降低血脂抑制 抑制血小板凝集 以及缓解动脉硬化等功效 肉桂粉 肉桂粉是由肉桂或者是大叶氢化 桂的干皮以及枝皮制成的粉末 气味分香 都用于面包 蛋糕及其他烘焙产品当中 它具有散寒止痛 活血通筋的功效 还能降血糖以及血脂 美国一项研究发现 由于肉桂能够加速糖分的分解 只要每天在饮食中加点肉桂粉 可帮助异形糖尿病患者 降低血糖 胆固醇 以及三酸肝油脂 同时也可以改善胰岛素功能 欢迎回来 我们来到第三个环节 我们邀请来自一位生命线 马来西亚生命线协会的老师 马来西亚生命线协会是成立于1989年 在1993年注册成功 服务超过30年 而且救了很多很多年轻朋友的宝贵生命 我们马上欢迎你们的嘉宾 谢成硕是我们的行政主任 谢老师 你好 卫宾好 你好 我知道你们生命线贡献非常地多 所以这一次你们也有了一系列的活动 可以先跟我们想说 为什么这一次这些活动叫什么名字 什么主题 这次我们的活动是叫做一分学习三分陪伴 那取这样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说 在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线上课程 你可以学习 你这一趟的学习里头 你可以收获到三分的陪伴 第一分陪伴就是你怎么陪伴到自己 然后第二分陪伴是你怎么用这些技巧 或者这些学习来帮助身边的朋友 那第三个学习的话 就是你所缴交的这个学费的话 其实它是拿来用来帮助生命线 来给更多的朋友陪伴 其实是一个互惠互利 因为在这个疫情期间 MCO之后 就很多社团都面对这些经济上的问题 没错 然后在MCO期间很多的这个社会人士 尤其是年轻朋友 也是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一个伤伤 是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通常是住人团体的条件 应该会比受住者来得好 可是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 我们住人者本身自己也受到了影响 你有点泥菩萨过疆的这个感觉 对 就是说一起努力 是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帮助 来扶持这个活动 那你们这一次的活动是什么时候开始 8月是 我们的活动是8月底到9月5号 那这一段期间 是 在这一段时间的话 我们请来了四位的国外的心理辅导的老师 来谈八个主题 那这八个主题其实就横跨了不同的生活层面 就包括了就是像我们其中一位是王荣毅老师 王荣毅老师他的擅长是在于这个梦境的解读 解读梦境 对 那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日常生活中 所压抑的这一个内心的需求 我们被忽略了 可是我们不知道原来我压抑了很多的情绪 那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梦境来去分析 说原来你常常忽略了这一些 所以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对 那另外还有的主题就是包括职场上的压力 这也是大家很受到困扰的问题 那还有的话是正向心理学 很多人会以为正向心理学就是往正面的部分去思考 不是吗 并不是 主要是说你在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 你是否拥有足够的力量或者是勇气 可以积极地去面对这个挑战 你有看到自己本身有什么样的力量或者是优点 可以去帮你去面对吗 所以不是一套跑全场 不是 并不是说只是想好的部分 就是说坏的部分你也可以去面对它 那第四位老师是 第四位老师的话他主要谈的是 就是在我们的辅导技巧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叫做焦点解决 也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觉得 就是一定要找到问题的源头是什么 可是这一套辅导的方法它是说 问题的源头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问题 是次要的 往往真正的问题就是用错方法 也就是说我们 可以举个例子吗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常常听到 妈妈会抱怨说 这个孩子真的好调皮 怎么教都教不听 那我们就会说 到底你用的教养方式是怎么样 那到底出了 应该就是同样的教养方式 你一直都在用错的 所以当然他会教不听 那如果你有进行不同的尝试的话 那可能就可以调整出 适合你的孩子的一个教养方式那样子 所以在这个情况上 就是一般都认为说 问题在这个小孩的身上其实不是 是 方法错了 反而我们把focus放在这个solution方面 到底solution有用对没有 那这次的主题 主要用这个solution focus的方式 是用在婚姻上的议题 那特别是婚外勤是这位老师的一个专场 然后另外一个是犹豫症的患者 我们可以怎么样用solution focus 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陪伴这些朋友 有网络霸凌的部分 网络霸凌或许我们下次可以再增加 是 因为现在好像很多年轻人 因为很常都上网 对面对很多这些问题 然后当然有这些比如说财务的问题 我晓得说生命线也帮了很多很多的朋友 是 特别是MCO期间我们在财务上的问题 是那个案例是增加很多很多的 好 那你们这一次也是我懂得说 是有一些艺人是有帮忙 对 进行这一次的宣传活动 是 其实是非常感动的 因为我们这一次其实我们的定位是 小额定期捐款 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说疫情影响底下 大家很多的收入都其实受影响 对 那所以我们期待的是说 即便你的月入是1000令吉 或者是2000令吉左右的 那只要你有一颗想要帮助的心 那你都可以透过小额定期的方式 来支持我们生命线 对 按月 就是我们是每个月10令吉 或者是每三个月95令吉 每三个月95令吉的概念 就有点像是一天一令吉 只要你一天省下一令吉 你就可以透过你这样的一个心意 来帮助我们生命线 来陪伴更多有需要的朋友 对 因为这就可以间接救到很多条人命 因为生命线就是你们的专场 一般都是在捍卫生命 是 而且这样的小额赞助 它会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收入 对我们生命线来说 非常好 那如果是我有兴趣的话 我要怎么联络你 是 你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行政的电话 034 266 6195 或者是上我们的Facebook Lifeline Association Malaysia 都可以联系到我们 好 那当然我们要求的也不止说金钱上 就是一些物资 甚至是义工 你们其实也是有需要义工的 是 其实我们现在的义工 总共义工团队是200位义工 那其中有超过100位的话 就是从事电话辅导的服务 所以欢迎大家 如果我们预计年底的时候 也会再招收新的一批义工 那欢迎大家 你就是出钱也可以 出力也可以那样子 好 那心理辅导的话 电话辅导的辅导热线的话 是4265 7995 4265 7995 那另外我们也可以做面对面的这个服务 叫做面谈的辅导 那还有就是email上面的辅导 那有些人比较擅长用书写的方式 来透露他的心声 非常好 那也是可以的 对 如果你是觉得说有点尴尬 还没准备好要去见心理师的话 其实以上这个通过电邮或者是电话 电话都是很好的管道 好 所以那些如果是任何问题都可以吗 可以的 其实很多人都以为说辅导 就是必须是心理上产生很大的毛病 或者是疾病才可以去询问 但其实只要你觉得自己很困扰 然后你找不到人家 然后你觉得自己很孤单 然后没办法找到一个出口 去宣洩自己内心的一些情绪去表达的话 或者是太孤单也可以 你都可以打电话过来给生命线 好 非常的伟大 我们非常感谢谢诚老师 谢谢 那也希望说我们的观众朋友 若是刚才你们是忘了把这个 用手机拍下来的话 可以直接去看我们的重播 然后可以直接联络生命线 我们有钱出钱 有力就出力好不好 是 好 你们加油 谢谢维宾 谢谢大家 那我们现在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E-News 来看一看说今天有什么好消息 Christine 谢谢维宾 你好 我是Christina伟神 今天三点钟的8864 我们即将会有三位演员 来到我们的现场跟我们聊聊的 现在热播当中的剧 叫做《嫩言烟花灿烂池》 三位 Wilson Shaleen 还有雪亭的即将登场 接下来也会给你听到今天首播的MV 有的就是顾玄唱给李玄的歌 我就暂时先不多说了 把时间交回给《火力加油站》 是 那个Christina 那个《娜》轻声可能没出来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稍后就把时间交给钟瑟跟阿杰 不要走开 来到了今天最后一个环节 我们的安心生活坊 今天要教大家的就是这个 自制营养丰富的南瓜酸 马上请到的就是大学科学院的讲师 钟瑟 是 阿杰好 大家好 OK 平时都是看你跟我们做一些 比较特别的那种 那这一次是完全是食品 那为什么今天想要做这一道呢 那因为主要是因为很多观众朋友 一般都接触到的腌制的水果酸 通常都是木瓜这样子 所以今天就想要带一款比较特别的 就是以南瓜来做的 是 以南瓜 因为南瓜 其实它在马来西亚来说 它是产量排行第二高的蔬果类 真的 所以真的很高 而且南瓜的营养非常高 是 非常好 非常丰富 你看它有丰富的那个维他命E 还有其他的维他命群组 是 所以是非常非常好的 非常适合人就是日常当食品来这样子吃 然后我们就把它制成一个 比如可以当做小吃也可以 也可以当做前菜这样子 而且还可以促进你的食欲 可以帮助开胃 对不对 是 OK 那当然主角就是南瓜 对 那这个南瓜其实有没有说 要特别选择怎么样的 就是你知道吗 我们买回来有些是轻轻的 对 然后可能这个的话就比较 他们所谓的够水 比较老 要怎么样来选择 其实都可以的 因为你越制这个南瓜的话 它对选择那个南瓜 就没有这样大的要求 了解 就算它不是完全很够水的话 它因为你制作了之后 它也是很清爽很清脆的 这样子 所以都可以 所以你不用考验你的 选择的那个能力 了解 好 所以以普通的南瓜就可以了 然后你是怎么样来制成薄片 其实这样子的话你就把它切片出来 我们这边用的大概是200克左右 然后你最简单的方法 你就是用那个 削那个水果果皮的那个刀 来把它削成一片片的薄片 越薄越好 只是这样削就好了 对 很方便 或者是你有那个削皮器 那个气器 也可以 就非常的容易 对 OK 那一般上如果是说 我们吃这种腌制的话 可能人家说对健康不好 是因为它高糖高盐 对 所以今天你怎么样来取代 然后让它变成非常健康 那这样我们把它就是说 我们采用的糖分 我们就用糖蜜来代替 糖蜜的话是molensis 它是属于制作我们的白糖的时候 它的一个副产品 所以它本身的营养也比较丰富 然后那个糖分就比较低一点点 好 然后我们就完全不用盐 但是我们会使用上一些酸梅粉 但是酸梅粉如果你在坊间 你直接买已经打成粉的话 它可能里面的含盐分 还有含糖量也比较高 所以我们就建议从这种一颗整颗的 然后把它掰成这样子 然后把它稍微地研磨一下 混合一下就好了 所以这个就自己弄 然后变成这一个 对 然后我们这边有大概一小杯的 10到15毫升的那个柠檬汁 柠檬汁 来代替白醋 如果你有家里找不到柠檬汁 它的酸性 然后它比白醋来得好的地方 就是它不是 它是天然的 然后它的那个香气也比较好 了解 就是搭配起来我们的这个金瓜酸 就更好了 当然你也可以一个人喜欢 你要加白醋也可以 所以甚至你要用那个极籽 或者是酸干来代替都可以 总之是酸的 天然的 水果还是什么都可以了 是 都可以 那这样简单 那个南瓜就制成好了 就变成薄片 那我就把这些所有的加入进去 就可以了吗 那大概分量要拿捏多少 那分量这边是200克到250克左右的南瓜 然后糖分的话 你就加入大概10克左右就可以了 10克 好 好 这个糖蜜 因为糖蜜的话你加多一点都不要紧 10克到15克都可以 好 然后我们再把它就是混合 好 然后再弄好的这个生米 对 然后这酸梅粉呢 你就适量大概5克左右就可以了 也是很少量的 对 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变得更加的健康 你就不会多摄取到很多那些糖分 对 盐分这样子 好 这边 其实你柠檬你可以适度地加多一点都可以 就看个人的喜好 然后就把它搅拌均匀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子搅拌那就可以了 是 非常地简单 然后我们就要选择一个 蜜蜂的容器 最好是蜜蜂的玻璃瓶 那玻璃应该是最好了 玻璃是最好的 好 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放在 这样子搅拌好了 对 搅拌均匀了之后就把它装入皮头 对 装入这边就好了 这样子的话要放多久才可以吃 其实它放了大概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开始吃了 了解 然后当然最好的那个存放的时间 就是你放了一天过后你再吃 它就非常地入味 然后就非常地香脆可口 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样子然后加入冰箱 那就可以了 对不对 是 你冰冷的时候吃的话 它的那个滋味就更加地好 真的 太棒了 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了这个 营养丰富的南瓜酸 那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食谱吧 好 因为这个是刚才我们新鲜制作的 那成品的话大概是这样子 对 然后你就觉得它应该是 非常地入味 吸收了满满那个柠檬汁 还是这些糖蜜这样子 是 我们可以试一下 来 试吃了 那只要它密封得好的话 你放在冰箱里面呢 其实它可以放大概两到三个星期都可以的 两到三个星期都非常好 是 而且是纯天然 没有任何的防复 对 而且你如果是第一次吃的话 你觉得可能你吃不出它原来就是金瓜 是 其实它那个味道真的很爽口 真的很好吃 而且你就知道它纯天然 因为是自制的 所以你吃的就当然就比较安心了 是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钟老师 跟我们的教导 谢谢钟老师 感谢 好 那明天的课题呢 我们将会和大家谈到的就是这个红眼症 据说你知道吗 这个红眼症如果是朋友患上的话 不敢跟他指示的好像会担心感染 是不是这样子呢 所以明天我们谈这个课题了 当然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 都欢迎大家发信息进来聊83700792 好了 我们明天见了 拜拜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集的科技懒人包 那我们现在常常出门的话 会拍一些旅游的视频 有没有发现到说 这个视频拍回来画像很清晰很完美 可是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个收音欠佳 那今天要跟大家讲解的就是这个麦克风 大家看到我现在面前这边有两支不同的收音筒 那在右边的这一支呢 这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全向麦克风 它收音的时候是收整个大环境全部的声音的 在你左边这一支呢就是我们的定向收音筒 就比方说现在这支收音筒是对着您 它就是比较专注在收它正对面方向的这个音量 那在外围这边呢虽然也会收到 可是不明显 这样子呢就可以降低你的这个环境声 那另外这边呢这个就是防风罩 比如说你上到山上风吹的很大 那这个呢就可以帮你挡风 我们的口气的这个风的声音 这个呢也可以帮你阻挡这些杂音的 你在用这些麦克风的时候 有一些它是需要衔接到智能手机的 那衔接的部分大家就要小心了 那现在我手头上拿的这个呢就是 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不同的 插座有一些是有两条黑色的这个条痕 那有一些呢是有三条黑色条痕 两条黑色条痕呢就是我们的Stereo Sound 它只是耳机的功能 或者是收音的功能 那如果是有三条就是它有双向功能 比如说它可以收音的同时 也可以有前进换音器的功能 就是简单的说是Microphone跟Headphone 一起用的 那因为手机跟手提电脑呢 它孔都是有双向功能 Speaker跟Microphone二合一的 所以当你在收音的时候呢 你就需要用有三条黑色条痕的这个插座 这样子呢就会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了 现在马上给大家示范一下 有用外置收音筒跟用电话本身收音的效果 有什么差别 听到现在这个呢就是完全用手机本身 内置功能的录音 这个呢是用这个外置收音筒的录音 是的所以刚才看到说这个有外置收音筒 跟用电话内置收音的效果 是不是差别很大呢 所以有了这个外置收音筒的话 就可以让你以后去旅行或者是外出拍的视频 可以拍的十全十美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啊